英国脱欧谈判难点之一的英国和爱尔兰边界问题迄今未解 欧盟委员会考虑后备方案时提议开辟战略贸易海上走廊 经由海陆连通爱尔兰与荷兰比利时 然而线路安排绕开法国导致法方不满 按欧盟先前提议 为避免英国与爱尔兰之间形成硬边界 即重新设置实体边境海关检查设施 应该让英国北爱尔兰地区继续留在关税同盟中 不过欧盟这一补充方案遭英国拒绝 英国6月给出的英版补充方案则未能让欧盟满意 考虑到爱尔兰与欧盟其他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往来 欧盟委员会提议开通海上走廊 对接港口包括比利时的泽布旅赫和荷兰的路特丹 法国港口加莱和敦克尔克没有入选 路透社11号援引法国交通部长伊丽莎白·博尔内所写信件内容报道 法国与爱尔兰之间有着重要贸易渠道 不论是经由英国的陆路还是直接连通海上线路 爱尔兰与法国地理位置临近 显然是连通欧盟单一市场的通道 博尔内在写给欧盟委员会的信件中称 令人惊讶的是 欧盟委员会方案竟然毫不考虑这些法国与爱尔兰之间的关联 这一方案让法国不能接受 不论是连通欧盟 不论是连通欧盟的关联